家的意義的轉變 最後我們是對家的一個發展階段 會有一些清楚的一些界線 是不是 好像似乎我們從這個英文 單字談家 中文稱作家 家庭或家族 可能有這樣子的一種 這種相似性 但是呢 在英文有三個單字 也都涉及家 我覺得很有意思 好比說我們說house 也是家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稱作住家 那個home 我們稱作家 那還有family 我們稱作家庭 這很比較常用 對對對 那這個house 基本上這個住家 他就有一種空間感 那family 家庭 我想他指的是關係 對對對 那home 其實就是比較心靈的歸屬 所以我可以說我家不大 然後今晚不回家 我可能指的就是house house 我今晚不回家 以前有一首歌 對 裡面有一首歌詞 我說我們家有八個人 那我可能講的就是family 我的爸爸媽 我的兄弟姐妹 對 然後或者說 我的家好溫暖 那我可能就是一種home的感覺 home給人家真的有一點感覺 好像大家擁抱在一起 意味在一起 home 有這個感覺 所以看來家賦予我們這個空間 心理及社會文化的意義 我們說金錢可以買到house 但是不見得可以買到home 我們稱作家的地方 不一定是一個住屋 就是house 他有可能是一個小公園 有可能是剛剛老師的那個沙發座 老師做得很自在 我現在換了姿態表示家對我的意義 可能在改變 是 所以家可能是我們生命重要的地方 也可能是幫助我們成長的地方 但是也可能會威脅到 我們基本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家非常的多元 那個透過空間 心理跟關係 我們會看到家對我們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對 其實我們那個多元成家 現在當然有特定的意義和指涉 其實原來家的發展就有多元的一個傾向在 我剛剛不是說家庭價值有比較個人的傾向的 有集體景象的 而且你剛剛已經提到這個從一個house home 到family 這個三個階段對我們的意義都不一樣 但如果我們就一般來講說你的住家住址 我們說地址要住址 就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這沒有什麼問題 但怎麼住法跟誰住 而且住了之後跟你一起住的人 該怎麼一起生活一起營造那個所謂的同屬一個家的 歸屬感 這個其實是有些地方涉及到蠻主觀的 就屬於不只是客觀的那個制度面 或是一個物質的關係 比如說天天吃什麼 每天都是去做什麼事 更重要的是彼此怎麼去接納 或者是怎麼做情感的連結跟互動